我今天用的是这一本比较专业的油画纸 它一共是12页 打开了以后是像一个本子一样 但是它的每一页纸都有点厚度 然后它的纸的质地也是和油画的布面的质地是一样的 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刚才把它撕了一张下来 然后已经贴在了我的画板上 好 现在我现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比较方便适合初学者用的调色板 这个调色板很容易撕下来 可以一张一张的用 比起传统的调色盘它会比较方便 因为油画颜料和屏系颜料它到最后会干的比较快 然后你可能一个板很快就用废了 然后或者是洗不干净 下次使用的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它是可以一次性使用的 或者可以多次性 油画颜料会分几种 一种是这样子比较专业一点的 我们比较有经验的人用的油画颜料 这个是孩子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大容易掌握 因为它是需要用油来调和的 那么我这里还有这种用水来调和的油画颜料 它比较适合初学者也适合孩子 它来作为一个学习使用 而且它的价格也会更加的便宜 比较适合初学者 那么今天我就用它来搭配一下 这些初学适合使用的工具 来教大家如何来调测 好 这个颜料打开以后它是密封的 密封的 把这个密封的盖子揭开以后呢 可以看到颜料是完好的 好 我现在来把它挤在我的一次性的颜料盘上 好 这个是蓝色 我们今天尝试一下红黄蓝三个颜色 来调色 因为红黄蓝是我们的三颜色 好 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出来里面 它有一些液体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长期在这个吸管里面 它会需要一些液体 没有问题 好 我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笔刷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一种笔刷是比较软 它适合于画水彩和丙细 那么这一种笔刷呢 笔头它是它的毛非常的硬 它比较适合画丙细和油画 大家在买的时候 需要看一下笔刷它的硬度 那么我们画画的时候 一开始的初学者可以用到这种塑料制的毛 那以后越画越好的同学呢 或者是稍微专业一点的 就会需要用到这种动物毛 好 我们这个水溶性的油画颜料 就用水调和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来 三原色 红色 和黄色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油画颜料的质地还是很不错的 在这个纸上的感觉 那我就用了 黄色 加上红色 那我们调出来的就是一个 橙色 可以再多加一点黄 橙色 好 现在我的蓝色已经放上去了 那现在我想用蓝色来调和一下 红色的时候 它会出来一个偏冷偏紫的颜色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油画颜色在水里面 很快就融合了 然后我们每次都需要把笔刷擦一下 现在我蘸了一点黄色加上蓝色 出来了绿色 出来了绿色 我们可以 好 白色 白色在我们画饼锡和油画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 好 我现在蘸取一些白颜色 调和一些红色 调和一些红色 会出来一个绑合度非常低的红色 然后 如果是这个时候加上蓝色 就会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粉紫色 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大家可以看见它 这个调色的红色 非常的好用 现在我在我的画面上 就出现了 饱和度非常低的一系列颜色 我们的一个高饱和低饱和度的颜色 就是这样调出来的 然后我们这些颜色之间 可以互相的再加 再继续去调和 去融合 那就会出现更加多 更加多丰富的颜色 所以基本上 我们用黄 红 蓝 三元色 加上白色 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 一个颜色 一个背景的颜色了 一个 油画 油画的颜色 好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在调色盘上直接调色 然后我们来尝试画一个 好 我一直说的 调深色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直接用黑色 我会一直用 蓝 加上 灰 加红 加上蓝 我们就可以调出一个非常深的颜色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压在 最需要画的最深的地方 然后 加上它的 那那个 想的 就是我画的是 有一个参考的 是吧 完全是自己 凭空想象出来的 好 这是一个 想象它是一个苹果吧 就是一个 但是我画成一个球 但是它这个大的关系 关系就在这里了 它的感觉和关系就在这 我会在 亮的地方 给它 再添加一些 亮的笔出上去 这样的一个 比较有 立体感的球体 就已经画出来了 现在我要给它用 低饱和度的颜色 来做一个 背景 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会用到很多的白色 所以我还是像刚才一样 我来用 白色和 紫色 这个很漂亮的 配型色 所以我建议大家白色 白颜料要买一个大罐的 因为白颜料用的非常的多 我们画油画和屏息的时候 我们的颜色更多的是摆放上去 不是涂抹上去的 一笔一笔的摆上去 水 不能加太多 好 我们要把阴影的形状 可以把阴影的形状 用背景颜色把它压出来 这是一个我们基本的画 用简单的颜色调出来 画镜物的方法 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的掌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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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